按摩疗法的兴起与复兴 介绍 按摩疗法是为了治疗目的而对软组织进行手动操作 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显著上升 它越来越被医生和公众视为传统医学的宝贵补充 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 按摩疗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 有证据表明早期人类使用按摩来缓解疼痛和保持整体健康 许多古代文化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希腊和罗马 都将按摩纳入其医疗保健实践中 然而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 按摩疗法的受欢迎程度逐渐减弱 现代复兴 文艺复兴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健康和科学的兴趣 导致人们重新关注按摩疗法 19世纪 瑞典医生Per Henrik Lin开发了一套运动系统 后来被称为瑞典式按摩 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尽管按摩疗法越来越被接受 但由于从业者不合格和现代医学的进步 按摩疗法在20世纪初面临挑战 然而 在20世纪60年代 由于医疗保健成本上升 以及对整体健康和压力管理的日益重视 人们的兴趣重新兴起 按摩的好处 按摩疗法无需使用药物即可提供一系列好处 它可以 改善血液循环 这可以增强氧气和营养物质 向肌肉和其他组织的输送 促进愈合病 减少疲劳 缓解疼痛和僵硬 按摩可以帮助缓解肌肉紧张 酸痛以及与各种病症相关的疼痛 促进放松 减轻压力 按摩可以刺激神经系统 促进放松 提升睡眠品质 增强整体健康 透过促进放松 减轻疼痛和改善血液循环 按摩可以带来幸福感病提高生活品质 结论 凭借其悠久的历史 和已被证实的益处 按摩疗法已成为促进身心健康的宝贵工具 它的广泛可用性和在医疗保健系统中日益增长的认可 确保了它的持续使用 按摩疗法的历史和好处 按摩疗法 即为各种目的而对软组织进行的操作 拥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有证据表明 这种做法在东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 甚至在埃及古墓壁画中也发现了按摩的描述 这种做法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等著名文明广泛使用 主要是为了缓解疼痛 现代文艺复兴 经过一段时期的衰落后 按摩疗法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复兴 受到人们对健康和科学重新燃起的兴趣的推动 19世纪 Per Henrik Lin发明了瑞典式按摩 该系统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然而二十世纪初出现了诸如不合格的从业者和现代医学进步等挑战 导致受欢迎程度下降 复兴与认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医疗保健成本上升 以及对整体健康和压力管理的日益重视 人们对按摩疗法的兴趣激增 如今按摩疗法正在传统医疗保健系统中获得认可 并因其多种益处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按摩的好处 改善血液循环 按摩可增强氧气和营养物质向肌肉和组织的输送 促进愈合病减轻疲劳 缓解疼痛和僵硬 按摩疗法可以帮助缓解与各种病症相关的肌肉紧张 酸痛和疼痛 减轻压力和放松 透过刺激神经系统 按摩促进放松并提高睡眠品质 增强幸福感 透过减轻疼痛、放松和改善血液循环的综合作用 按摩可以带来幸福感和更好的生活品质 现代应用 按摩疗法已将其范围扩展到传统环境之外 在各种环境中都有应用 包括 重症加护病房 关怀儿童和老人 婴儿护理 包括早产 癌症治疗 艾滋病和艾滋病毒治疗 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康复 安宁疗护 按摩类型 按摩治疗师拥有80多种专业技术称谓模式 提供多种选择来满足个人需求 一些流行的方式包括 瑞典式按摩 深层组织按摩 反射疗法 止压法 运动按摩 神经肌肉按摩 专业与法规 为了确保专业精神和客户安全 大多数州和省份都有按摩治疗师的法规 要求 毕业于认可的按摩学校 完成最低培训时数 执照或认证 责任保险 按摩疗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了解按摩疗法的范围至关重要 它是什么 放松 缓解压力 控制疾病或伤害的影响 它不是什么 传统医学 物理治疗 或脊椎矫症的替代品 专业行为 按摩治疗师受到道德和法律准则的约束 确保专业行为和客户机密 结论 按摩疗法悠久的历史 多样化的益处以及在医疗保健系统中日益受到的认可 巩固了其座位促进身心健康的宝贵工具的地位 了解其应用和局限性可以让个人就将按摩疗法纳入其整体医疗保健计划做出明智的选择 按摩的生理作用 改善血液和淋巴循环 增加细胞的氧气供应 帮助清除肺物 平衡神经系统 改善皮肤状况 间接刺激内脏 减少肌肉紧张和僵硬 改善关节活动度 帮助软组织损伤恢复 增强免疫系统 按摩整体效益 减少疼痛和不适 改善睡眠品质 减轻压力和焦虑 增强情绪和幸福感 提升运动表现 帮助治疗关节炎和头痛等慢性疾病 补充要点 按摩疗法是一种补充和替代的医疗保健实践 按摩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美中风格都有自己的重点和好处 找到一位合格且经验丰富 且让您感觉舒适的按摩治疗师非常重要 一次典型的按摩持续约一个小时 虽然按摩已被证明有许多好处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它不能取代传统医疗 如果您对自己的健康有任何疑问 请务必咨询医生 按摩的好处 注意紧张的区域并用圆周运动来解决它们 注意对方的舒适度 如果他们要求你就停下来 补充要点 专专业的按摩可以带来多种健康益处 但它不能取代医疗照护 承认按摩有可能导致性活动 但他强调良好的放松按摩不应于 旨在性唤起的按摩混淆 需要注意的是 这段文字仅供参考 不应被视为医疗建议 如果您对按摩有任何疑问或疑虑 最好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管理疼痛和压力 以下是重点 肌肉疼痛 按摩是缓解运动 不良姿势或睡眠不舒服等各种因素 引起的肌肉疼痛的有效方法 它有助于分散乳酸堆积 从而导致肌肉酸痛 压力 按摩透过释放内非态 人体自然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 来减轻压力 它有助于识别和放松紧张的肌肉 这些肌肉通常会因压力 而不知不觉的紧张 补充要点 按摩的效果是暂时的 并不能解决疼痛或压力的根本原因 解决压力和疼痛的根本原因 对于长期缓解至关重要 定期按摩可以帮助控制慢性疼痛和压力 透过保险 工作场所福利 或与伴侣一起在家练习 可以负担得起按摩疗法 将按摩疗法是为控制疼痛压力和改善整体健康的一种方法